人生只要離開底線就好嗎? 我們為什麼在思考上跟做事上 我們的眼光聚焦點要聚焦在底線 我不要當末25%就是好 那我怎麼跟世界競爭 那我們在那邊罵說什麼美帝啊 什麼碗粿的 然後什麼GDP值太低啊 那我們都在被別人代工啊 我們自己都沒有品牌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教育上 我們眼睛都只看在 B 我不要出事就好 我不要靜默25% 我會強烈建議 我們爸爸媽媽是不是換個思維 我眼睛就直接放在前面 我為什麼要頂最莫面的底線 我們的行動會跟著我們的思維而走 可是我們整個國內的教育值 我們就是設在B 所以因為我們在起點上 我們出發點上 我就已經定在B 你真的很難出雷拔萃 那很多爸爸媽媽不敢去想出雷拔萃 是因為 喔 我想著出雷拔萃之後 我會不會把他逼壞 我會把他逼死 我會變虎媽 所以這是我為什麼我說我推薦你跳呢 因為這一套軟體 它裡面提供給你的知識跟智慧 它就是讓你順著孩子的能力去引導跟教 我透過改變父母的習慣 來讓孩子直接獲得好的習慣跟人 可能爸爸媽媽會覺得比較苦 因為你以前的行為模式 你會覺得好像要去調好像要去改 就會比較累 因為你要去改習慣 你要換用一個方式跟他說話 你要換跟他說不同的話 你要換用一種方式跟他相處 其實我裡面給你的東西都很簡單 都是你一定可以做到 都是一種很生活的很日常 生活跟日常到 我相信很多寶媽媽用了沒多久都發現說 問題解決了 可是他現在心裡面的想法是說 真的是我用嗎 會不會是他剛好要長大 因為一切改變得太柔順了 所以你覺得說真的是我用嗎 還是他長大 你可以這樣想 你可以這樣想 你可以再等下一波 你一直不用看他會不會突然長大 可是如果你就是用了之後沒多久 突然間一切就變順了 我告訴你 就是因為你改變了這些模式 我提供給你的方法 就是這些日常中 你們爸爸媽媽是素人的狀況下 都可以明白理解 而且可以執行改變 而在這麼柔和的狀況下 小孩就也改變了 為什麼 這就叫對症下療 因為我幫你找出他的優勢值 他的特質讓你順著他的特質去引爆 所以很日常很normal 可是一切變化就發生了 你開始發現 他的眼睛裡面開始閃光